各族裔法轮功学员遍布全球 是什么力量在吸引着不同文化背景的炼工人 请随大海访谈 了解他们对自然 社会 与人生的看法 江兰 您好 你好 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 咱俩能聊一下 那咱们还是先来谈谈您的成长经历吧 您是哪的人呢 我江西人 我在三年大饥荒储存的 聊我的成长经历 倒是昨天晚上呢 是我看了一个叫《演员梦》的一个电影了 那个倒引起我真的很多的深思 因为它里面的一些情节我都经历过 到了文革的时候 当时那个红卫兵斗这些知识分子 我当时就想到我的父亲 因为我父亲在文革的时候呢 就文革前他是一个学校的校长 然后到了文革开始后大概是六八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已经是上学了 当时二三年级了 然后我的父亲呢就被说成是这个 反正挂了一个大牌子要游街 因为他以前是这个苏联专家的翻译 在文革的时候呢 你知道这个中共这个跟苏联的关系搞得非常的僵 看到我那个父亲哦 我觉得真的抬不起头来 你知道我那什么心情啊 小时候就觉得说 那个边上的人在叫啊 喊啊 就要打倒谁打倒谁啊 这样的 然后我就低着一个头 我都不敢看了 我看我父亲戴个很高的高帽 你知道他们那个时候是用那个报纸壶的那个高帽子 就很高嘛 戴头上 然后挂着一个大牌子 历史反革命 我都不懂什么意思 但是的话呢 我知道我父亲呢 就是和坏人说 就小时候又看见他批斗嘛 那么在我的心里头埋下了一种什么东西呢 其实我那个时候挺恨我父亲的 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啊 因为为什么呢 我就觉得大救星啊 你反对毛主席反对国家 那就是个坏人 对不对 那在我的印象当中的话 大海航星靠落手 万物生长靠太阳 天天唱了以前这些歌 在文革以后 就是我父亲被揪斗以后 送到牛洪里头 因为我很长时间也不跟他在一起 我都不叫我父亲 我很久很久都不叫 不开口叫他 就是哎 这样的 就是那种啊 就是完全 本来是一个 应该是很好的 就是这种一个女孩 对吧 然后 在家里后来就 就对我父亲就是这样的一种态度 那我想这种 这种东西从哪来的呢 那就是因为 从小你就是在这样环境当中 那你不自觉的 你就会觉得说 哇 这是一个坏人 我跟他在一起的话 我感到 我不说去看的时候 我很丢面子 我觉得抬不起头来 哇 那个头我 只想往下滴啊 只想埋下去 就是有个地洞钻进去就好了 不要去看 父亲后来就是 被送去 就是老教嘛 就关牛棚了 在这个期间呢 其实发生了很多 很多的事情 我虽然很小 但是我真的经历很多 就文革的时候 我记忆犹新 然后66年的时候 刚刚开始文化大面的时候 我们家呢 是在就是建这个水电站 就在一个挺小的一个地方 让大家都是认识的 就是一个单位一起 就是分成了这个什么综合队啊 什么施工队啊 这个队那个队的啊 当时住的地方呢 就是像临时搭建起来的 有点像的工程 就很简陋的了 当时我记得说 就是三家人住 我们家呢 是在中间 边上一家呢 叫在综合队的一个书记 党委书记 那我们家左边住的呢 就是一个队长 就是征合队的大队长 有一天呢 那个时候 虽然学校不怎么上学 但是还是去嘛 回来以后呢 就看到那个 不行 我经常有变化进来 就麻烦 我们就接着来 对 这两家呢 就是他们两家 就是因为 一个是队长 然后一个就是书记 两个人呢 就是在工作当中呢 就有些摩擦 然后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就搞这个文工五位的时候呢 就一个是造反派 一个是保皇派 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 我小时候就听说这个 连我家都是 因为我哥哥是红卫兵 他就是造反派 那我爸爸就是保皇派 所以当时 他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形 有一天下课 就是放学回来以后呢 我就看这个 就是所谓的 这个保皇派的家门口 就围了很多人 那当时我就在想 我什么事情发生了啊 那后来的话呢 就看从里面 抬出来一个人 我讲的是那个保皇派 那个啊 他是在我家 是在右边住的 那他是爬到 就从我家 他我讲那个房顶 就是比较简陋嘛 他没有这种 像我们这个 有这个房顶 他可以直接从上面 他就用箱子落起来 过去家里的箱子嘛 落起来 他就爬上去 从我家穿过 然后到另外一家 去吊死在他家 当时的话 抬出来以后 那个舌头伸得很长啊 哎呦 我当时很恐惧啊 大概那个时候 我已经禽睡了 好像 对 他吊死到别人家去了 不是自己 他死在别人家 对 因为为什么 那我问一下哈 那别人家里头有人 他怎么能进到别人家去啊 白天都出去了 没有人 我们家也没有人 一个是造反派 一个是保皇派这样的 那两个人的话呢 又是在一个地方工作 一个是书记 一个是队长 就是矛盾嘛 然后这个保皇派的人呢 就觉得 就是他这个日子 是非常非常之难过 对吧 要被批斗 要被什么的 所以的话 他想不通嘛 那想不通 因为他就觉得 是这个队长 在后面斩了他 那是这样的 因为当时我很想 具体这个事情 我不是很清楚 后来听大人这样说 然后他就 干脆死 也是死到他家去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 就是 后来的话 就更乱了呀 就是就是68年的时候 我一个小哥哥 比我大两岁 他的一个同学呢 我记得很清楚 连名字我都记得 叫五翠英 是一个女的 然后他有两个弟弟 是双胞胎 都挺好的小孩子 他的爸爸呢 就是那个时候工人 是最老大哥呀 很了不起的 你知道吗 就很吃香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我记得 就是我们那个小地方啊 有很多的庙 就当时那个时候 人都很信这个 都去拜呀什么的 这个工人 这工仙队嘛 后来就觉得 哇 砸庙砸的 我哥哥同学的爸爸 最急急了 就去砸 把那个庙呢 就是佛像给砸掉了以后呢 然后佛像的两条腿 他把砸断了以后 扛着就跑 外面就把他丢掉这样的 后来其实过了不久啊 就是我哥哥这个同学呢 那个时候 他也就比我大两岁 大概也就是不到十岁可能 就得了心脏病 他那个两个弟弟啊 就那么健健康康的 都成了瘫子 这都是我亲眼看到的 我一点都不理解 又是什么回事啊 他当然现在的话知道 那干这种事情 真的是罪挺大的 他的这个爸爸不是 把这个佛像弄了以后 就家里面变成这样的 后来他人也就受不了了 就要疯了他 就这个 他的爸爸 后来他爸爸怎么司法 你知道当时我们就是 因为在工地嘛 工地这种 就是建这个店 在各种各样的这个工具啊 那种锚钉啊 叫锚钉 就是很长很大的钉子 那种很粗的那种锚钉 不是我们的钉子 就拿那个钉子 就钉在这头上 用锤子这样砸呀 哎呦 吓死人了 听我哥哥说 说他的那个爸爸啊 就是这样被砸死了 就自己啊 拿钉子去砸 我哥比我大很多 他比我大12岁吧 这样 他那个时候呢 已经是高中生 然后就是红一兵串联 然后那个时候呢 就是拔火车呀 去北京啊 哇 跑到北京去啊 然后他家 拿那个毛子鱼一路 啪啪啪在那打叫 他们去就是吃住都不要钱 好像是 拔着火车 他好像爬到那个心理架上去这样 回来了以后呢 我们家就变成了什么呢 他呢 还有其他工作人员 一起就到我家来 抄家 抄家呀 那家就疼嘛 那时候真的 说老实话 吃饭都吃不饱了 整天 其实那个时候 我觉得真的是挺苦的 没有像样的床 根本就不像现在 还有什么床 就木板 木板拼起来的 那个稻子打下来了以后 那个草晒干了以后 就稻草铺在那个木板上 然后再垫一层这个棉绪 我知道那个棉绪都老的不行了 不知道盖多少年的 哇 把那些棉绪啊 那个草啊 全都悬掉 去看了 然后那个墙上嘛 因为那种不是都临时的那种 棚子样的东西那个嘛 所以都是图的这些报纸 报纸也跟你讲的 我看他弄开啊 去看看后面 藏了什么金银财宝 那时候怎么会金银财宝 我爸爸呢 因为他以前的话呢 跟着这个苏联人嘛 所以他去过一些地方 像新疆这些地方 都去过挺多 我的北京呢 他去过很多地方 我的名字呢 就是有个兰 我是在兰州省 但是我江西人 然后我妈妈在那边呢 那北方就觉得那气候 不适应 就在那边 他都会流鼻血啊 反正就是又很冷 然后就要求回来 本来其实在北方的时候 我们家是做火电的 就火电工程 后来回到江西 我就做水电这样 大概是70年的时候 就搬到了另外一个水电 当时第一个我讲的 实际上是在井冈山那边 大概可能你们都知道山湾嘛 我哥哥下饭后来就是在那边 那山湾就毛泽东稿的根据地那个地方 后来的话就从那个水电建完了以后呢 就去到另外一个水电 到那里以后呢 我家隔壁的那一家呢 就有一天也是 就是我从外面回来的时候 就他家的这个男主人呢 就不见了 就大家一直在找 一直在老 因为那个时候 就那个男的啊 就是总是好像就是 不吭声 低着一个头 我们小孩嘛 也不会太在意 后来就是几天就人失踪了 失踪以后呢 突然有一天啊 我回来就见到了 隔里面被发现了 捞起来 整个人是浸泡的呀 那个身体 哇 我一看 你看我前面不是那么小的时候 我就见过这个 跑到人家家吊死的这个人 然后这个呢 又是我们隔壁的邻居 跳水了 所以当时那种死法 各种各样的 我跟你讲文化大人命 这个死掉的这一个 他们家隔壁呢 他是怎么呢 他的这个儿子 跟我 跟我这个小哥哥又是同学 我三个哥哥 那他的话呢 实际上也比我大个两岁而已 就比我高一年级 实际上 那那个时候呢 知道家家都有一个这个 就是毛泽东的那种 就泥塑的那种像 就石膏做的 每家不是都有吗 放那 然后可能有一天 就不小心打碎了 打碎了以后就很吓呀 很怕呀 你知道吧 这个打碎了不得了啊 可能有一张报纸 它包起来 那不知道 这个同学怎么又知道了 他们同学啊 那个时候大概也有四年级吧 但那个时候 哇就批啊 逗他呀 我记得很清楚 他名叫周易嘛 就跪在那 那跪在那 我不知道 你小时候 我不想经过 经历没有 就是我们的教室 黑板的上方 是有毛主席像的 是不是 对 然后两 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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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学习听听像在两边 然后毛泽东的像是在中间 对吧 那他就要跪在前面 跪在前面向全班同学 检讨 然后他就这跪 那么小的小孩过来踹他一脚 这个你就屁股对着我们伟大的领袖 那怎么行 对吧 因为他要跪着向全班 他肯定那个 这个背就朝着 朝着那边 反过来 那反过来不行啊 那你对着这边的话 那对着全班同学是屁股对的 哇就整来整去的 就这么小的小孩 就这样的 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 这个人呢是疯掉了 所以我就看了很多 所以我昨天就是看这个 演员梦的时候 他就有这么一幕嘛 我真的很感动 我当时看的时候 就非常非常感触 我是现在的年轻人 很多的事情他不知道 像我们就是当时 就是亲身经历 66年我上小学 然后到76年呢 我是所谓的高中低业 十年整个都在 动乱的当中嘛 那个时候文革 说是十年什么也没学 我们那时候学工学农学军啊 对吧 那个时候就是 工先对境的学校 老师根本就不要去 不用上学 全都是臭老酒 所以的话 十年完了以后呢 那我们这一批人的话呢 下乡 上山下乡 我也是啊 都得下去嘛 当时一家的话呢 可能就是留一个 就是我那个二哥哥 他就等于是流程 就留下来了 76年的时候 一毕业了就上山下乡 上山下乡的话 那个时候 真的是一股热情啊 还觉得说 挺好的啊 接受贫下中能再教育 对不对 到广阔天地 大有作为 我那个时候的印象就是说 蹲在那儿围起来 就是野猫惊心 根本就吃不饱 我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好像是一个月 有一吃肉吃 哎呀 那个肉香的 但是那么多人的话 你想想看 真的 一个月能吃一餐肉 平时吃的是什么呢 我跟你讲 就是当 就是那个饭呢 他给你一块腐乳 然后就是装一碗饭 然后给你一块腐乳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 我就觉得我那时候 我就瘦的是一条杆 就是像一条棍子这样的 我记得当时那个 那知青 比我稍微都大一点 因为我这一届 其实让我是最小的 我上学早 因为我父亲他校长嘛 所以那个时候 我大概是六岁 我就上学 一般都是七岁 有的还有八岁的 那他们 那个时候要种水稻 然后到农村以后 你想就这么小的人 都是十七八岁嘛 十六七岁嘛这样的 那去了以后呢 就是说 一个人种几分地 我记得那个时候 下到那个水稻里面 插秧的时候 那个马黄啊 那个地 那个当时不知道 那个马黄 我们也不懂 就从这个脚下 爬爬爬爬爬爬 一路爬 有好多马黄 爬到背上啊 这样的 哎哟 好吓人 那马黄吸血啊 哎呀 那个马黄 你要使劲拍他 他才会出来 你要拍你这个 比如说戴你这个腿上 你得使劲拍 他就会出来 那不知道使劲拉呀 哎哟 有的时候那马黄 就拉不出来呀 他使劲往里钻 你知道吧 真的很吓人 那个时候也就十几岁的人 哎呀 真的 那个 我跟你讲 毛泽东搞的 让这些年轻人真的 吃得多少苦啊 而且人真的是在变坏 其实当时的那些农民 不欢迎我们 为什么 其实农民 他就这么点地 你知道吧 那我们去了以后 等于是跟他们在抢 你就种这么点稻 还分给我们 是吧 那另外的话呢 这些特别是这男孩子 年十六七岁 对吧 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那他那个精力 旺盛的不得了 又吃不饱 就是偷鸡呀 偷这个 偷那个的呀 当然了 那个田里面什么 抓青蛙呀 什么 反正只要能吃的东西 但是人家那个鸡蛋呢 什么东西都会少 农民你只要养了什么东西 鸭子也好 鹅也好 反正能偷的就偷 这边就离斯坦佛很近嘛 我在斯坦佛的时候呢 就是碰到一个人 对中国的这个问题啊 他是非常有研究的 那我说你主要是研究哪一方面 他说就是文革 特别是知青这一代人 因为我说我就是知青啊 他说我接触的知青 我了解的知青 都是一脸苍苍的 被指甲门都不成样子了 我说我就是知青 我说我只不过是比较厚颜的 就是感觉比较末班的 不像那种真正的老的那种事情 六几年的 那如果是六七六八 文化大名 六六年刚开始 六七年开始下放的那批人 他们吃的更多 他就对中国的文革这段历史 特别是上山下乡这段历史 他知道很多 他就问我 我说完全是真的 我说在那个时候没招的人啊 像那女孩子受不了 那他就只有说大队的队长啊 对吧 去跟着人家 有些就跟当地的人就结婚了 实在太苦了 被强奸的 他什么他都知道 我说是有啊 那不是完全强奸 他就 他就如果说 给他一点好处的话 很容易满足啊 那就 那就这样了 对吧 那女孩子累成什么样啊 我刚刚不讲那个马黄吗 你从那个地里面 从那个水稻田里面回来 你这是插秧 然后这个收货的时候 你还要割 割完了以后 要把那些 那些那个稻啊 给他扎起来的 挑 挑回到那个打稻谷的场上 从那个农田挑到那 都是在这个大太阳底下 以前哪有什么 帽子 防晒霜 什么不可能嘛 就这样 累的哟 那些女孩就坐到 那个路边上 田梗了 坐到那个田梗了 嚎啕大哭啊 那女孩就嚎啕大哭 你想 那个时候 那时候来历价了 来事的 那时候 不是一样哦 我记得我那时候 来历价的 那个血都 都已经流出来了 那也都不知道 就流出来 你在水里 你跟水搞到一起啊 所以对人的身体 其实很多 这种自清 后来身体都搞坏了 而且就在这个时候 他管你什么呀 什么历价不历价呀 都是出工 到时候就得要出工的 然后除了这个 你得那个吃饭吧 我们不是那个自清点吗 你要开火吧 开火得烧烧饭 每个月还得去浇多少柴火 每个月就烧火做的那种 你就要去砍柴呀 砍柴就越砍越远 越砍越远 那种柴火砍完了以后 也是要绑起来 要挑回来呀 都累得不行 真是很能吃苦啊 几年呢 在那待了几年 其实我是待的最短的 因为到了七八年 七七年的时候 就回高考了 我们这一届人 整个的真的是 他们说是毁掉的一届 因为不像有一些 晚一点读书的 他到了这个 邓小平上来了以后 后来的话呢 就是学校还真的教了点东西 对吧 那比我们早的呢 就是文革以前的 他也学了一点东西 就我们这一届 六六年开始上学 上到七六年 所以高考慌了呀 那高考的话 那就大家都去呀 我记得我们当时就下乡的 这一批人 大概是三个 一百二十多人 可能大概是一大半人 一大半人报了 一个都没有 一个都考不上 那不可能 当时就是说 七年的时候 就是恢复高考以后 立即就考试 没有什么时间复习什么的 八年高考的时候呢 后来就很少人去考了 大概当时就考了三个 考了三个 其中还有一个是中专的 然后就我和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他的父母亲 也是老师这样的 就我们两个人考上来了 所以我在农村待了两年 当时是学的什么专业呀 什么也不懂嘛 不懂以后就想怎么办呢 你也不可能就在农村嘛 那就是什么东西比较容易呢 当时我哥哥 因为我们家呢 我讲只有那个二哥 他是等于是留在 就留城的这种 那三个呢 实际上都在农村 就是我大哥和我 小哥哥和我 那农村呢 这不考上不来呀 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有一些的话呢 就是家里 比如说当官的什么的 就把儿子搞去当兵了 我觉得那个时候 我多想当兵呢 我觉得那个绿村上 好好看的 能去当兵就好 但是像我们这种 黑黑五类吧 那个时候不可能 后来的话 实际上前面有工农民大学生 但你听说过 就是说推荐上去的 比如说跟宏瑶镇呢 对吧 那家里面真的是 都是那种工人 那种农民 都是响当当的这种 到高考的时候 就着急了嘛 着急怎么办呢 什么也没学到啊 我父亲就说 那就考英文这样的 哇天哪 我说像我们这种人 连个英文单词 连一个字母都搞不清楚 但是也没办法呀 就逼着学 但是我大哥呢 因为他是属于老三界的 这种人很厉害 数理化什么都懂 因为老三界 他毕竟学了东西 你知道吧 他是六八年的高中生 数理化就开始教我 一点一点的 然后的话 作文写作 哎呀我真的啥一窍不通 那时候实际上 七七年高考完了以后 大哥到七八年高考 也就是半年时间 中间隔得很多 我那个时候还没办法呢 还得在农村呢 就这样的 就报了一个英文专业 他被录取了 你这生活经历啊 那么丰富啊 从小 从小就去了 对 从开始懂事的时候 就这样 对 那后来上了学以后 是不是生活来了一个 翻天地覆的大的变化 对 他当然上了学以后就很好了 生活上就没问题了嘛 对吧 然后的话呢 就是毕业以后 实际上我就留校正教了 文革已经过去了 就没有像那时候的这种 对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您刚才讲到您父亲当时 找到这个不公正的这个对待 当时您对您父亲不太理解 后来您和父亲的关系有所改善吗 我父亲是一个学究性的人 他自己就闷在房间里看书的人 他很喜欢看书 老的时候我就看他 看各种各样的大部头的那种 这种养生的这些书 他一个人 他也不太跟别人去串门子啊 什么的 所以我跟他呢 一直比较 但是后来的话 我就觉得挺愧疚的 我就想着 真的 这么多年 我都 光顾自己 好像家里老人 我 没有尽到任何责任 那我父亲走了以后呢 去年 我母亲也走了 我那段时间呢 心情很低落 您是什么机缘开始练法轮功的呢 我在大陆的时候 其实就学法了 我在修炼法轮功 出国之前是九八年 我那时候在广东的学校里 我大概十到九二年 大概待了十年 我做了十年的老师 深圳里面撒脚逼电厂 那个逼电厂呢 他很多很多的人 就是全西方人 我就去应聘 他有培训部 那培训部呢 我一去他就要了 后来我就 去了一个更好的一个企业 在那边的话呢 我其实在做人事和公关 就说起来挺有意思的 因为工作越来越好嘛 所以钱说了的话 也是越来越多 那我做的这个事情呢 就整个的 这么大的一个企业 他当时外资企业 西方人有一百多个 那这些事情呢 就是我会帮他们处理 比如说他们 当时是要什么 赞助证啊 这些的 然后就是这个 边防啊 海关啊 都要去打理的嘛 公司的话 员工也很多 所以所有的这些 包括后勤的 后勤包括什么呢 就是这些 每天那个厨房 要做 做吃 做饭啊 就是工艺商啊 这些全是我去搞地 然后每年的大型的 这种活动啊 因为我 我还做公关嘛 就是 所有的这些什么宴会啊 然后中秋节的 这些晚会啊 然后各种各样的 全是我 我那个 那我当然 让我做就做呗 我也没想那么多 但是我发现 哎 就有人塞给我钱 红包 那比如说 搞这个宴会的吧 我们一包 就是整个的大厅 被我们包下来 对吧 都是 几十桌的 这样的 包下来以后 他就会 最后的时候 他就会给你个红包 塞在你包包里 我就看 哇 全都是那些卷啊 这个卷就是说 你可以到那去喝早 拿在那吃东西 一下一看 都是几千块 几千块的这样的 那供应商 他为了拉拢你 比如说 你用我的米 你用我的菜 你用我的肉 对吧 他就会找你 你用我的 然后他就会给你好处 哇 我觉得很爽 我当老师的时候 没这个感觉 那个时候 真的是 就是钱越来越多啊 我当时工资也挺高的 那时候你想 九几年啊 九二年就去了 九三九四年的时候 我都已经拿了 六千多块钱 本来钱就很多 我还有人塞 你知道吧 嗯 所以就觉得那个 真是挺不错的 可是在这个时候 我就发现 你看我现在 好像脸上还可以 我那个时候脸 整个是黑的 就是整个的人呢 就是 那个脸上 不知道是长了什么东西 因为我们当时是 这个国际的 那个很大的 那种做食品 食品企业嘛 所以每年 他还做体检的 那后来体检的话 就发现了什么 山羊 大山羊 大山羊 就是肝脏有问题 那当时也是 因为总是 不光是这个 还要出去吃啊 应酬啊 喝酒啊 什么都 什么都来嘛 不光是这个山羊 我就觉得 我哪儿都不对劲了 反正讲起来就是 其实我在之前的话呢 就经常 就是会去看病 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哪儿都不熟 比如说我这个胃 我就做过胃镜 以前总是拉肚子 就在肠子啊 不知道什么 那就做肠镜 我啥都做过 脸上又开始长半年 虽然很多钱 但是真的是 就是心情不太好 那后来有一天 就是也是去 就去看病嘛 反正道歧都不好 牙齿也不好 牙齿也不好 就是看牙医 那我进去以后 一看这个医生 当时那个时候 不像现在 可能是一个房间 一个房间 他当时都是 整个在一起的 就很多的 这个补牙的 这个床啊 就是坐的椅子 都在那儿 那我是其中一个 那我看到边上 也有很多人 在那补牙 因为我看这个医生 人整得这么漂亮 就那医生 给我补牙 那个医生啊 又年轻又漂亮 白白的那个脸 脸上 我一看 我就觉得说 哇 这个医生真好 然后在补牙的时候呢 就闭着眼睛嘛 让他补 然后他跟我边补边说 他说那个补牙呢 他说 不能着急 我跟你慢慢弄 他说 不然的话呢 你会 到时候又掉了 我跟你呢 怎么怎么样做 怎么怎么样做 因为我说这个人真好 然后闭着眼睛 哎 等我睁开眼睛的时候 边上一个人都没有了 就全都不惹走了 哦 我发现 因为在大陆 中午12点是下班的 就是别人都下班了 就全都走了 就剩我了 哎 我就不好意思了 因为我说 耽误你下班了 他说没事 没事 他说把你这个弄好了 我再下班这样的 因为我就说 这么好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说那个 还得下次再来 他没弄好 他说不跟我弄了一个什么 我也搞不清 然后他说下次再来 就约了下一次 然后我就对这个人 印象挺好的 然后呢 我就下次再去 我记得那个时候 是98年的4月份 我记得还挺清楚的 后来我就再去了 去了以后呢 就当然是他帮我前面弄的 又是又找他嘛 那个医生姓刘 然后完了以后呢 这次他帮我弄好了以后 他就挺好的 在走的时候 当时前面就跟我聊嘛 就说哎呀 你平时喜欢做什么运动呢 我说我打太极拳 我说还有什么木兰扇 太极扇 什么太极剑 反正那个时候什么都学嘛 哎 还喜欢跳舞啊什么的 我说游泳 但是是运动 运动挺好的 反正跟他再聊了一会 然后要走的时候呢 他说 他说我这有本书 你要不要看一下 然后我说什么书啊 然后他就给我拿 我一看哦 一本书叫《转法轮》 哦 我说这是气功是吧 他说是法轮功 然后我说我妈妈整天练功 因为他也是 我妈就身体不好嘛 那胃出血啊 那个胃都切掉了 那个等于是四分之三切掉 就剩一点点胃了 对吧 然后又长一年 我妈妈就整天学这个功学能功 我说大雁功啊 在我的印象当中 他学了无数的功 我说就是气功 我说这气功都老年人练的 给我感觉就是这个 但这个医生给我的印象实在太好了 长得白白净净的 简直像个天使一样的 我说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人 人又好 真好 然后他给我 然后我说 那我当然好 不好意思了 我就拿回去 我就说好吧 那我拿回去看 什么时候我再还给你讲 我当时回去呢 我当时就看了 哇 看了一眼 这时候这么好啊 然后我不是说一口气看完 我就说每天看一点 每天看一点 但我每天看我都觉得 哇 我马上我就明白了 我说你看我看第四讲 第四讲叫什么 德语诗 我说这个德语诗 我说你看我拿了这么多东西 包括那个公司的这些产品啊 就是我当成这个礼物啊 我随便送人 我那些朋友啊 老乡啊 当时嘛 因为在那我们跟家乡 有很多人来都叫老乡 都在一起 我给他们 我觉得还挺本事的 我觉得他们也很高兴 对吧 然后我都随便拿 因为都是我管 那个房间都是 我有药室这样的 然后我自己还有 人家给我红包上吗 来者不借啊 反正 给的嘛 又不是我要的 是不是 我一看了 这我试多少德呀 我试太多了 我说我要的 这是怪不得 我脸都变黑了 身体也不好 是不是 我说完 我说这个东西 都是德交换来的呀 我还去蒸呢 对啊 以前没有得到 我气得要死呢 对为了支撑什么的 是用我自己的德交换呢 我说这个东西 确实是 他讲的东西真的 我觉得 真的我讲得心开心 所以我说 我要按这个注 然后这个医生的话呢 他就 他就问我 他就打电话 问我 他说 他说你看了没有啊 那个书 我说我还没看完 然后他就 我就跟他说了 我说哇 我说这个书太好 他说还有练功耶 我说啊 好多练功练 就人越来越多吧 那时候我就觉得 哇太幸福了 你知道我那个时候 是什么感觉 每天我走路就在 就是像要蹦起来的感觉 就要跳起来 那骑自行车也说 哦快活得不得了 骑自行车去练功嘛 哎呀 后来我就 就是跟我这个医生啊 就跟他说 哎呀 我说太谢谢你了 他说 你真的能够进来 我当时看你那个 看那个样子 好像说 他就讲 不像沉下心来的嘛 那后来我就修炼了 你比如说 不管你是在家里 在工作上啊 有矛盾啊 或者是什么的 碰到任何的事情 你就找自己 这个叫修自己 哎就会觉得 特别的豁达啊 就是人呢 会把这些东西 看得比较淡 比较轻 那我就回想起 在学校的时候 分房子 那个时候叫分房子 不是像后来商品房 他是按公邻来的 比我公邻短的 他为什么能分到 我分不到啊 那就为这个事情 气得要死 找这找那的 那后来看了 这个以后 就你就会觉得说 这都是很淡的事情 因为你要是 如果说你知道 你去吵 你去闹 那还是他的 你不是说 你吵你闹 你就能拿到了 那最后呢 伤的是谁啊 伤的是你自己啊 不光伤你自己啊 那还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吗 这会哭的孩子 有奶盒吗 你就是教育 越起劲 可能就得到的 就越多吧 对啊 这就把人变坏了呗 对吧 你像就是 你说很奸 老奸巨华的 嗯 然后说事情 别人去干 然后好处自己得 对吧 当然自己以前 也是想做这样的人了 那我少干点活 多好啊 那利益给了我 我当然高兴了 是不是 那可是没有得到的时候呢 那不会说是 利益都是你的呀 嗯 好处都给你啊 那你就会有 不高兴的事情 对吧 就像我以前 我说碰到这些 不高兴的事情 那你就怎么对待 那我就回想说 如果说 我那个时候修炼了 我可能就不会 把它当很大回事了 比如说 我原来 如果上洗手间 你去的时候啊 发现那个纸没有了 我就会很生气 为什么前面 这个人没纸了 他不放一个纸 我就会非常生气 那后来我修炼了以后 赶紧把纸放上去 什么地方不干净 我赶紧去擦 就是这种心情 看什么东西都不一样 就整个世界 变得非常非常的好 也不会把人家 看得那么小心呀 那个人怎么样 好像不会呀 因为你整个的心情 非常好 就我们小的时候 都是那个 接受的是 无神论教育 您对佛呀 道呀 这些概念 都很容易接受嘛 在看这书里头 讲的这些事情 有没有什么 认知上 就是障碍 因为我们从小 就是无神论教育 就我同学 他那个父亲 把这个佛像砸了 对吧 所以我相信 三尺头上有神灵 而且我也相信 善恶也报 是在骨子里的 不是说 你教育我无神论 我就没了 我觉得这些东西呢 不是教育出来的 我在看这个书的时候 我自己的感觉 我当然相信我自己 对不对 我想 我想可能第四讲完了以后 大概看第五讲 反正有一天 我就觉得 躺在那个床上 那个牙子 它自动会咬 上下 磕牙 磕得很小 然后我就觉得说 那个牙里面的那个 那个药水味啊 闻得清清楚楚 但是的话呢 我好像是看到那个地方 对 因为要可以给你调整身体嘛 对吧 调整身体的话呢 你肯定啊 那以前的那些不好的东西啊 要排出来啊 所以就废弃啊 你以前的药水的味道都打出来 我躺在那儿 没有任何的自己想去做什么 然后开始就从 就是肚子这样 一起一扶的 一起一扶 好像就是那个肚子里面啊 就是 不是这个胃不好吗 这个肚子不好吗 就好像 反正就在那儿 帮你调整好 就是那个 我就说 这个太厉害 我还没练功呢 我都不知道有功法呀 将来 那您这个业余的时间 都做些什么事情啊 要去旅游啊 这个跟朋友一起玩啊 出去吃吃饭啊 乐队啊 训练啊 这是什么乐器啊 我吹那个巴黎洞 中低音号 谢谢江南 今天花这么多时间 跟我聊了这么多 很受益 谢谢 没有了 其实谢谢你 花你这么多时间 没有 好嘞 什么乐器啊 不客气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